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最神漫堂的 杜远龙秀 我是你们百物 我是依然拉 我是你们的寿博 我是Simon 那今天呢 就是由Simon师傅要分享 风水智慧 什么风水呢 今天呢就比较特别一点 嗯 好 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 嗯 关系到麒麟的 神兽 不是 麒麟不是神兽 麒麟是神兽 但是也是有关系到麒麟 但是不是神兽 哦 OK 其实有三样 有三样东西 嗯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今年呢 哦 会找我Simon师傅说 Simon师傅啊 Simon师傅 为什么我今年呢 加进贼了 哦 加进贼 为什么我的车 进贼呢 车进贼 车进贼 被打报警 哦 为什么呢 我的电话呢 被偷掉了 嗯 为什么呢 我的东西被抢走 被拿走 就是破财啦 是不是 不是破财 就是被偷被拿 就是贼 哦 很多贼 就生活上很多贼 真的 很多贼 太多贼了 就是很多老鼠 老鼠就像贼这样 他很喜欢去偷偷摸摸去偷你的东西 对 不是只是 普通的贼啊 就普通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 你的功劳也被吃掉啊 对 对不对 或者是很多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 你应得的这个报酬 就是你应得的这些好的东西 但是人家就给你拿掉 snatch掉 抢掉 Oh my god 就比如说你在工作啦 你很辛苦很辛苦去做这个工作 对 功劳被拿掉耶 然后功劳给别人拿掉 对 你是不是气死了 对啊 满身活滚 啊 我付出这样多 然后你就在那边 躺着你功劳就给他 就做老鼠就好了啊 全世界做老鼠就好了 不用努力耶 对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找我 什么师傅 这么 我生活中 今年这样多贼 对 其实呢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贼的能量 在你们的生活 嗯 就是看每个人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飞行 嗯 那如果今年刚好你的这个能量 就是对了这个飞行呢 有贼在你们的生活中 对 你就会遇到这些贼的能量 不管是你的家境贼啊 车禁贼啊 或者供饶被抢走 反正贼就是神兽人拿掉你的东西 对 就是偷走你的东西 对 对吗 对 那这三个东西来 就会帮助你今年去挡掉这个贼的能量 嗯 好 对 好不好 好 那麒麟是其中一个 麒麟那个神兽 两只一起的 对 对 麒麟是其中一个 可是他们讲麒麟是很强的 挡杀的 非常非常强的 嗯 那你们不要弄错啊 麒麟跟皮羞不一样 对 麒麟跟皮羞不一样 对 皮羞呢 是跟你招财的 对 跟你守财的 对 那麒麟呢 是给你们挡杀的 跟保护你们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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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们呢 如果不知道呢 可以找我什么时候去找这个麒麟 其实麒麟呢 有分几种 哈 对 麒麟呢 有些人是买双树的 对 有些人是买单树的 对 那如果你要 多数不是都双树吗 多数很多人麒麟都是一对买的 很少听到一个买的 有 其实用土不一样是吗 有一个买的 嗯 用土不一样对 嗯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金手串是一个的 对 可是很多是皮羞 皮羞麒麟都有 嗯 好 嗯 其实呢 最好就是爽的 一南韵的 好 那在你们的家外面 对 嗯 放麒麟 嗯 把这个麒麟按住 方向吗 方向有关系 有 就是说来这个麒麟 不要放在你们的大门前面 嗯 也不要放在你们家里面 嗯 好 放在你们的 这个篱笆的这个柱子 外面 哦 那个放灯的 对 哦 好 然后呢 你的呢 母麒麟 嗯 好 就在你的这个右手边 然后这个男的就在你的左手 男左女右 对 嗯 然后母的麒麟 其实它有一个宝宝 哦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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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很多人不知道 好 好 这个麒麟呢 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防贼能量 防贼能量这个方案 是方案嘛 对方案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应该要问你吗 因为飞行人家哪里知道 其实呢 这个飞行呢 只有我们风水师知道 对 然后你肯定不知道啦 那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飞行呢 就是你今年会遇到东西被偷走 对 那你就知道这个飞行照住你咯 哦 不要再找Simon师傅了对吗 对 然后你找Simon师傅 你找Simon师傅 为什么我今年有人一直要偷我东西 怎么我的车进贼 怎么我的iPad被偷 怎么我的家进贼 嗯 因为你这个飞行 这个贼能量照住你 这个飞行我很常听人家讲 尤其是在风水 这个飞行是不是每一年都换的 对 然后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是吗 对 不一样的 所以咯 有三个这个方式 今天我会教大家 怎么去把这个贼的能量挡掉 好 第一个就是麒麟 第一个就是麒麟 好 OK 再来第二个咯 嗯 就是这个能量水 能量水 能量水 这个能量水咯 只有我们风水师咯 做出来帮你去挡这个贼的能量 哦 哦 对 有这样的东西 有 就是用草药的 嗯 那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啦 这个草药里面有什么 好 就是 藏红花 其中一个 对 哦 其中一个就是藏红花 你们不知道藏红花是什么呢 就是 Saffron 对 OMG 很高级 我超爱 我超爱 藏红花 我超爱 藏红花 整个权贵的感觉 整个很多 藏红花它有很多用法啦 那 藏红花呢 就是很多奥秘在里面 它很多秘密 然后呢 藏红花是一个非常神秘 又非常高贵的一个草药 而且哦 你们不要买到什么红花啊 红花不是啊 就是一定要藏红花 而且它有这个地区的分哦 所以哦 它有地区的分 都有不一样的能量 OK 讲到这个地区啦 对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 在这个全世界 这个藏红花是非常非常纯的 对 外面上是很多种 对 然后我们又要离题了 对 我不要说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法里面的秘密 对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就是能量水 对 这个能量水呢 等一下 它是藏红花是其中一个还是 对 其中一个 为什么突然间会要讲其中一个呢 因为这个藏红花的能量是非常的好 对 还有其他的能量 但是我讲藏红花 因为你比较熟悉藏红花 对 我超爱 我今天的衣服很刚 藏红花的能量耶 对 所以这个能量水呢 这个我们风水师做出来的这个能量水 是帮你挡掉这个贼的这个能量 这样 然后呢这个能量水呢 嗯 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贼怎么进你的家 去闯门 闯闯跟闯窗口 对 它其实不会闯大门 有些会闯大门 但是很多人是闯窗口 对 是 因为要打破那个玻璃啊 然后闯窗口 因为它怎么可能会闯大门 因为大门的锁石呢 锁头太熊了 对 通常就是锁大门够力嘛 对 所以这个能量水呢 这个能量就是挡这个贼的 你就画在你的大门跟你的窗口 你的车的窗口跟门那边 这个水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巫师里面的 这个能量水就是以法跟所有的材料合成 然后用你们风水的方式去做 对 所以这个水哪里来呢 哪里找呢 这个水呢 是有跟你定制啊 我什么时候会有 因为我有那个Recipe 而且有那个法咒语去做成 然后是专门去打这个飞行的 所以你有这个产品吗 还是定制的 有我有这个产品 而且如果大家要的话 可以来找我 这么师傅你很多东西 瞒着大家 很多 OK 那其实呢你现在讲到这个草药吗 其实这个草药啊 不只是你们风水吧 我觉得物色也是很多用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用处 对 因为草药花它是一个很多变化的 所以很多人跟你讲这个草药花 但是他不懂要怎样用啊 对 它是一个很多学问的 这样子 所以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草药花要怎么用 对 很多知道草药花是拿来吃的 对 对吗 对 或者很多人是会用这个东西啊 之类就是 听到我们讲了过后去偷这些东西 但其实啦 这草药花的话 其实他很多用法 然后就算 他们去学也是学不到的 因为 这个草药花呢 它就是这么的神秘 OK 它就是这么的高贵 跟这么的神秘 那只有真正会用的人 才真正会用 所以的话呢 就算在外面啊 你刚才讲草药花 草药花 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而且他们不知道它的能量 它就是这么神秘 所以 为什么我们那么爱啊 或者是很多西藏啊 这些 师父们啊 很爱很爱 就是他的奥秘 就是啊 他们法里面的一些小秘密 而且这个 帅宏花 他们是一个草药 是人家 没有办法去代替 或者去炒 一个东西 就是 就很好就对了 很好就对了 好 好 其实是太好了 然后呢 还有第三 对 第三 你们有没有听过犀牛水 就那喝的 rhino 有关系 犀牛水 是不是 你热的时候 喝就是把你弄哭 对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 因为他们用那个犀牛的脚 挂 犀牛的脚是在这里 对啊 犀牛脚在这里 你不知道犀牛长怎么样吗 那你就把一个照片犀牛是 对 对 他的脚什么在这里 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Rhinoceros长怎样 好 那这个犀牛呢 你们不要去买这个犀牛水 但是你们去买一只犀牛 这个 脚 不是脚 整只犀牛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百件 啊 像你买麒麟 其实你再去买一个犀牛 蛤 有卖的吗 有 哦 我没有看过耶 这三样东西其实什么师傅都有 啊 我没有看过耶 麒麟 你不懂在那里找 你来找什么师傅 这个能量水也可以找什么师傅 犀牛 也可以找什么师傅 什么都有 这这么我不知道的 对 犀牛 我没有看过啊 你有听过是不是很奇怪 对啊 为什么 那这个犀牛呢 是放在家里面 啊 那麒麟呢 是放在家外面 对吗 那你不知道 我就跟你说 麒麟 你放在家外面 欸你每天讲风水啊 我每天有惊喜耶 我傻眼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耶 这个麒麟 你放在家外面 是按照这个姐姐 所以这个姐的能量 不会进来 那就算他爬进来 你这个犀牛在家里面 就是按照这个姐姐 在你的家里面 犀牛在家 对 对 不要给这个 这个贼的能量 进来你的家里面 所以 是什么犀牛 这个犀牛 因为这个犀牛很大 它很硬 它的外面呢 就像这个 bullet proof 这个armor 怎么不可以大象呢 不可以啊 因为大象 不会去冲 因为这个犀牛 有这个脚比较尖 哦 因为它一进来 它就直接前面冲 对 所以它会冲的 所以这个就要放在你的大门 大门里面 像外 然后麒麟在你的这个篱笆 像外 那这个能量水呢 就是如果你们已经进贼了 那个能量 你不要再第二次有贼进来啊 之类 因为你当年一定会有很多贼进来 有度过有个飞行 对吗 对 所以不是一次而已 那进来一次了呢 你知道哦 这个飞行在我的生活中 那这个能量水呢 就是跟你把它洗掉 所以不会再发什么 哦 嗯 原来是这样子 我第一次贴很新奇的 对 你刚才一讲到帐文花 我就整个很激动 哎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它今天会讲什么内容嘛 然后 就今天讲帐文花 我就直接整个醒掉了 然后啊 再加上你又讲犀牛 又讲麒麟 全部是我不太 没有听过 没有熟悉的 一些神兽来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 哇 哇 哇 大家开眼界今天 所以的话 大家如果你们不要静贼的话 记得要找西门师傅 原来静贼也有风水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今天喜欢我们的西门 对 我忘记说了 如果你们去外面买麒麟 或者去外面买犀牛 对 你放在家它也不能用 哦 因为没有下法 因为它还没有开的 它眼睛还没开 下法是另外 但是你要把这个 这个我们叫神兽 对 开光 弄醒它 就是弄醒它 不要讲开光 然后开光 开光精神 它拜的话 你知道那天啊 你有一个 那个 你知道你有一个 那个顾客啊 就是你的那个client 就是啊 他找我耶 就是我没有跟你讲 就是他找我 然后他的那个 你不是刚刚安那个麒麟 你记得吗 有一个神台的人 按神台 然后还按麒麟的 对 不是麒麟 按那个皮羞 对 然后他梦到跟听到 那个皮羞的声音 对 然后他跑下来看 没有东西在叫 但是他听到那个 皮羞很像野兽的声音 是哦 对 怎么也不懂 对 然后我忘记跟你讲 现在突然讲 我突然想到 顺便跟观众们分享 而且哦 他讲了过我啊 他那一个礼拜啊 很多才进来 他也是吓到 对 他吓到 因为他听到 他讲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其实我 我典型这些 对 神兽啊 皮羞 麒麟都好 我是看得见的 我是知道他们在那里 他们有没有在里面 对 但是我很少听到 顾客会听到他们讲 真的 我也是傻眼 我想到你有没有欢听哦 你有没有欢听 他讲不是 不是欢听 真的是 就是按了过后 那个晚上 就按了那个晚上 第一次听到 那种很 宏伟的那个声音 就很像 就是很像 大叫那个野兽那种 像老虎 这样子 还是什么叫声 然后就是那种 很远又很近 在那种周围 这样 对 他就吓到了 对 很傻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支影片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下面师傅分享 更多梦水智慧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哦 还有呢 还有什么想要下面师傅分享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不要忘记 我们其他的平台 我们都会发更多的 玄学智慧给大家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继续晚上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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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